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闻早知道 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年新闻 新闻早报56拍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7号星期一 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观众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正常TV新闻早报 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 您也要有机会获得集市生活频道 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 也欢迎您通过集市网和集市通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 好 节目的开始 首先来关注天气 省下来预计 今天白天到夜间 全省多云 长春 吉林有小雨 白城 松原 延边 长白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阵雨 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 在9到21度之间 长春 多云转小雨 最高温17度 最低温8度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 我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 好 了解完天气 来盖新闻 昨天 省委书记巴音潮鲁来到吉林市 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就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进行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坚定信心 砥砺奋进 真抓实干 化为危机 坚持把抓六保 粗六稳 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努力把新冠肺炎带来的不利影响 降低到最低限度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平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吉林市是国内重要的碳纤维生产基地 白岩朝鲁来到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地查看了解 您产8000吨大丝数碳纤维项目情况 在得知企业一季度生产保持稳定 产量产值出口创汇均实现增长时 白岩朝鲁表示赞赏 他说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克服困难 艰苦奋斗 碳纤维产品油白变黑 员工头发却油黑变白 企业实现了跨越发展 他勉励企业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大力拓展高端产品 加快推动与风电 汽车 轨道客车等企业合作 促进产业链不断延伸 协同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原油市场剧烈波动影响 石化行业面临很大挑战 白岩朝鲁来到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详细查看25万吨航空煤油加轻装置项目 打产打效情况 他对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安全生产的做法表示肯定 他说 极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位置 为吉林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信企业一定能度过难关 迎来新的辉煌 吉林市要举全市之力支持极化发展 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 提高要素供给效率 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 吉林市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前期工作时 进度快 巴银潮鲁来到东部片区榆树沟现场 认真了解进展情况 他希望企业按照减油增化发展思路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再推动转型升级 加快高质量发展方面 迈出新的步伐 巴银潮鲁还来到哈达湾老工业区改造现场 实地查看搬迁改造情况 看到这里已经由原来功能混杂 污染严重 设施破旧 升级为环境优美 干净整洁 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聚集的崭新功能区 巴银潮鲁不时点头称赞 他说 老工业区改造是群众高度关注的重点民生工程 吉林市委市政府要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加快改造进度 形成建设热潮 努力使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城市环境全面优化 将老工业区打造成 一人一居一夜的美好家园 使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盈 更可持续 巴银潮鲁还来到昌亿万达广场 船营区河南商业步行街 昌亿区东市场步行街 查看富商富市情话 每到一处 他都与商铺老板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营收情况 看到商铺人气回升 烟火气渐浓 巴银潮鲁十分高兴 他指出 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抓手 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抓紧推出 发放消费券等政策作施 充分发挥其成熟效应 着力激活群众消费需求 推动市场回暖 消费提升 要高水平推进商贸街区改造 进一步优化街区环境 丰富消费业态 夯实文化底蕴 实际成为促进和拉动消费的强劲引擎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 白银潮鲁来到昌亿区文庙街道天圣社区 查看疫情防控情况 并看望慰问社区工作人员 他特意与一位隔离群众进行视频连线 对他严守规定主动配合居家隔离的做法表示肯定 并要求社区干部及时了解隔离人员生活需求 加强心理疏导 做好生活服务 他说 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单元 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服务百姓的第一扇窗口 广大社区干部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强化自我防护 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坚决扎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密防线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倾斜力度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确保基层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正常运转 班朝鲁高度重视复学复课工作 他来到吉林玉文中学 仔细了解高三年级复学情况 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细致又细 实之又实 加强校园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体温检测 佩戴口罩 通风消毒 分班上课 错峰就餐等措施 多渠道保障防控物资 做好万全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让学生安心 教师专心 家长放心 调研中 班朝鲁主持召开会议 专门听取吉林市工作汇报 充分肯定吉林市近年来各项工作 取得的成效 他指出 吉林市是全省经济总量 人口总量第二大市 区位条件 产业规模 发展基础 具有明显优势 始终与长春同处全省第一方阵 是推动全省发展双合中的重要议和 在振兴发展大局中 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扎实做好六本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着力稳增长 着力转型升级 着力改革开放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达造全省发展重要增长期 老工业基地振兴样板城市 早日重塑江城辉煌 重振西日雄风 白安朝鲁强调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我们各方面工作任务 非常艰巨繁重 要坚持抓六保 粗六稳 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同时 有效扩大内需 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强化就业扶持 确保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运行 要加快转型升级 着力推动石化 碳纤维等传统产业 与冰雪 新能源汽车 医药健康 通用航空等新兴产业 协同发力 共同提升 加快构建多产业支撑 多极化发展格局 要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 长级一体化 协同发展 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 助助活力动力 要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总攻占 紧盯剩余贫困人口 尽快补齐 两部筹三保障短板 较真碰硬 全面抓好 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 和国家成效考核 反规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 要大力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 激发广大干部 奋发有为 担当实干的精气神 把广大干部的士气 提振起来 面貌提升起来 能力提高起来 吴敬平 胡家福参加调研 昨天省委副书记 省长景俊海 到长城市部分 IT民营企业调研 他讲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 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以人为本 需求导向 主动顺应变革 加快创新迭代 推动IT等战略性 新型产业 加快发展 为走出振兴发展 新路 增效富能 电子信息 及数字经济 是我省大力培育发展的 重点产业 景俊海来到 方冠电子科技公司 实地查看 生产线运转 强调 要聚焦市场变化 主动调整产品结构 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永利激光科技公司 多项技术国际领先 景俊海指出 要建立产业联盟 加强产学沿用合作 沿产业链上下游 吸引企业落户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在光华科技发展公司 他要求加速创新 降低成本 把物联网等新技术 开发好 应用好 储备好 调研期间 景俊海听取 奥莱德光电材料公司 利明科技开发公司 薄利电子科技公司 小白智能科技公司 一起科技公司经营情况汇报 在充分肯定长春市工作后 他强调 信息技术产业正处于重要变革关口 必须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 支持IT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 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级 一要抓机遇 主动融入信息化变革时代 聚焦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和新基建761工程 坚持技术和数据引领 开发新应用 新产品 新服务 不断解放人 愉悦人 方便人 二要抓规律 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 突出产业互联网 智能化 数据生态等重点方向 紧盯汽车电子 可穿戴电子 数字显示 及5G应用等领域 全面谋划 全面培育 重点招商 重点突破 三要抓创新 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搞好技术公关 模式创新 跨界融合 进一步集成增值 引领市场 四要抓龙头 全面提升集群发展能力 引进隐形冠军和领军企业 培育一批行业龙头 和创新型企业 五要抓保障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强化政策 人才 金融 大数据支撑 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长春市要全域规划 分工协作 形成上下贯通 互动支撑的产业格局 切实发挥 辐射东北亚市场的枢纽作用 王凯 蔡东 王之后等参加调研 五一假期前夕 省委副书记 省南景俊海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递会议 研究东西旅游双线建设及十四五规划编制 并部署旅游市场 复工复产 复事工作 景俊海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在常态化防疫基础上 创新思路 完善政策 细化举措 着力推动东西旅游双线建设提制升级 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聚焦聚力促进全省旅游经济加快发展 为攻坚决战二季度 实现全年既定目标 贡献更大力量 景俊海强调 吉林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必须坚定信心 创新举措 加快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要坚持建威支柱 抢抓旅游产业发展机遇 突出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建设项目培育企业 推动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全域旅游要按县市逐个推进 乡村旅游要沿线布局逐个扩展 要坚持微循环支撑小循环 小循环支撑大循环 各个循环要服务 吃 住 行 游 购鱼 全链条 标志 景区 酒店 道路 停车场 服务区 厕所 民宿 购物综合体等设施 要坚持需求导向 科学标准配置 二要坚持内拓外联 推动双线建设 由量变向质变跨越 强化有效供给 精心打造冰雪和避暑名片 讲好吉林旅游故事 深化白山黑水旅游 共同体建设 开展好与东北亚区域 以及国内重点省份旅游合作 进一步开拓市场 三要坚持项目支撑 实现精品旅游项目遍地开花 实施好重大项目打产 交通网络提速 精品景区创建 服务设施升级行动 打好通行旅游等组合权 让游客纷至踏来 流连忘返 四要坚持精准实测 助力全省旅游产业 回暖复苏 激活省内市场 吸引省外游客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加快推进旅游市场秩序 全面恢复 阿东 王之后等参加会议 4月25号 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截至4月25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6例 累计治愈出院7例 在院隔离治疗9例 吉林市8例 长春市1例 上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232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85人 正在指定地点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147人 截至4月25号24时 全省连续62天 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4月25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4月25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 5例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3例已定证为确诊病例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例 继续来关注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 相关消息 4月25号0至24时 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例 其中5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6例为本土病例 黑龙江5例 广东1例 当日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30例 其中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7例 当日全国 无新增死亡病例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 新闻发言人 米峰表示 到26号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经过武汉和全国 原厄医务人员的 共同努力 至4月26日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下一步 将落实中央要求 继续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 同时 尽快恢复医疗秩序 满足群众医疗需求 4月25日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已有近六成治愈出院 其中重症病例 较一周前下降了 53.2% 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9万例 境外疫情继续扩散蔓延 输入我国风险持续加大 本土聚集性疫情 仍有确诊病例报告 要克服麻痹 松懈思想 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 发布会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商务外贸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所谓中国限制出口完全是曲解 中国已经向191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了防疫物资 仅4月24号一天 中国出口口罩就已经达到10.6亿支 中国从来没有限制防疫物资出口 而是想方设法 为世界各国的采购 提供便利和支持 各国在中国商业采购防疫物资的渠道 完全畅同 根据商务部业务统计 截至4月25日 74个国家和地区 6个国际组织 与我签署了192批次 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 累计金额14.1亿美元 72个国家地区 和8个国际组织 正与我企业开展129批次的商业采购洽 中国31个省区市 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 已经向19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防疫物资 海关统计数据表明 医疗物资出口规模 是稳步扩大的 4月24日当日 中国出口口罩 10.6亿支 这个数字 比3月31日 5号公告实施前的 2.24亿支增长了3.7倍 我们由衷期待 世界各国人民 早日渡过难关 所谓的中国限制出口 完全是取解和误读 两个公告 分别加研医用和非医用防疫物资的质量监管 根本不是限制防疫物资出口 而是本着 对各国人民生命健康 高度负责的主动担当 确保把中国的合格产品 更有效地提供给国际市场 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疫情数据显示 25号黑龙江哈尔滨通报了 两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就是此前哈尔滨医院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也就是说 发生在哈尔滨的感染规模 仍在扩大 那么现在这两家医院的情况如何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两家医院发生了感染和扩散 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设施的哈尔滨医院 已将发生感染的整栋大楼封闭 加强了门诊筛查 控制救诊流量 感染人数较多的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则全面停诊 感染院区的住院患者 也被全部转移 这些患者我们分两部分 有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 就是从医院的门诊外壳楼 门诊外壳综合楼 把它转移到内壳楼 内隔离病区人员是相对封闭的 所以那个没被污染 有128人 我们把它找到了两家隔离宾馆 进行了集中隔离 基本上绝大多数符合出院标准 而且病情比较稳定 在这个宾馆里头 我们给提供一些口服的 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设备 回顾这起聚集性感染 先后在两家医院住院的 87岁老人陈某军 被认为是重要关键 目前发现的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几乎都是陈某军住院期间的病友 以及病友的家人陪护人员 除此之外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还有两名医生 六名护士被确诊感染 另有405名医护人员隔离观察 像这么大规模的 两所医院发生的关联的这个病例 达到如此多的数量 即使在我们国家 除湖北以外的省 在高流行期间 也没有发生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很多病人的话 他不是由于发热了 或者说有肺炎来就诊 而是其他的疾病来就诊的时候 使得我们医务人员没有反方意识 造成的感染和哭散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确诊患者的陪护 他在陪护的过程中 经常在走廊里有一个休闲区 这个休闲区离护士站很近 在休闲区扎堆聊天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做各种大型设备的辅助检查 这个患者需要离开病区 第三个因素就是医院公共服务设施 比如说开水间 比如说医院电梯 乘坐电梯 随秘密的空间 这些因素导致了院内感染发生 据调查报道 4月2号至6号 陈某军因脑促重 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住院就诊 期间出现发热症状 但医院并未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 随后陈某军被转至哈一大医院 接诊医生根据120运送人员 未穿防护服判断 陈某军应该不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就没有复查核酸 而陈某军最终入住的呼吸科值班医生 也侥幸认为 前面都经过好几道关了 应该不用担心 同样没有要求复查核酸 并直接将其安排到 普通八人病房入住 同时陈某军的陪护人员多达三人 远远超出了一患一护的规定 4月17号 针对这起因医院麻痹大疫 管理松懈造成的聚集性感染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 对当地18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问责 其中包括哈尔滨市副市长 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 以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院长等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两家医院已对所有医护人员 在院患者 前后14天内出入院患者等 进行了核酸检测 但令人担心的是 与陈某军同一时间在这两家医院就诊 陪护的人员 有的已经离开去了外省 目前分别在辽宁府顺 内蒙古呼伦贝尔各找到一位 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而最新发现的 沈阳一名Igm病毒抗体阳性 仍瞒报上班出门诊的医生 也被证实在这段期间 陪护家人去了哈尔滨医院 随着防控等级的级别的下调 社会上又出现了个别的人员 思想松懈 人群聚集的现象又有所抬头 这是造成反弹主要的原因 因为住院造成一人传播多人 那么87岁的陈某军 又是怎么感染的呢 根据疾控部门的调查推断 陈某军是在与儿子 以及儿子朋友的一次聚餐当中感染的 哈尔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调查推断 陈某军之所以染病 是因为3月29号 他曾与儿子及儿子的朋友 郭某等7人聚会就餐 而这位郭某正是4月9号 此轮哈尔滨新增本土病例中 确诊的第一人 调查人员摸牌郭某的人际关系发现 其家庭内部成员曹女士 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他与3月19号从美国回国 居家隔离的留学生韩女士 住在同一单元的楼上楼下 尽管调查人员没有找到 两人直接接触的证据 但他们分析认为 二人可能曾共用一部电梯 或因上下两层相邻的房屋结构 造成病毒传播 至此 大致的传播链条被描述为 居家隔离的韩某传染给曹某 再经曹某传给郭某 并最终通过聚餐 致使陈某军一家染病 根据疾控调查 从美国回国居家隔离的留学生韩某 或许是此次传染链的源头 那么韩某在回国之后 居家隔离的情况如何 隔离之后的行动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走访了韩某居住的小区 当时是3月19号晚 20点左右 这个韩某呢 是通过公安分局的 这个手地手机场 回来之后到咱们福利江湾的卡口 接转之后 咱们给他送到他的所带的单元 然后呢社区呢 主任呢 把这个给他贴了封条 目前掌握的 从3月19号到4月3号韩某 就是除了咱们有必要要求要他出来 做的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之外 没有出来过 据我了解 按照14天隔离日期的话 这个韩某应该隔离日期是4月1号到期对吗 对 为什么4月3号解除的隔离 因为这个4月1号 他的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这个结果 没出来 我们就没给他进行这个解除隔离 直到4月3号上午 核酸检测和这个血清检测出来之后 符合要求 我们给他办理了解除隔离手续 4月3号 韩某的核酸血清抗体三项均呈现阴性 提示未感染 此后 他于4月5号至4月8号 飞抵上海进行美容手术 在此期间 除美容院和酒店外 韩某并未到过其他地方 4月10号 调查人员发现韩某与曹某为邻居时 再次对韩某进行了检测 可这次的结果却是核酸血清 Igm抗体阴性 IgG抗体为阳性 韩某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既往患者 但这七天 无论是韩某在上海接触的人员 还是共同生活的家人 均没有发生感染 韩某是否真的具备传染性 他真的是此次传染链的源头吗 楼上的曹某又是如何感染的 许多疑问仍在进行调查 医人感染后 先是因为聚餐引发了聚集性的感染 但是因为医院防控麻痹大义 引发了感染传播扩散 这也提醒我们 侥幸心理和麻痹大义要不得 当前防输入防反弹的任务依然艰巨 要继续做好防控 最大限度的减少传播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被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 新闻贴心报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码块 首先来关注交通 自4月25号零时起 全省高速公路开展收费车道费险测试 并对高速公路全面实施常态化管理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恢复一车一杆 只有现在的抬杆通行 恢复到正常的落杆通行 测试期间收费站出口车道 显示屏将显示当次通行费额 但不扣费 继续免费通行 为确保五一节日期间 高速公路通行安全 吉林省 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联合决定 在原有进行基础上 5月1号零时至5月5号的24时 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 在吉林省 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行政区内高速公路行驶 下面来关注省内天机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 长春 吉林有小雨 白城 松原 沿边 长北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阵雨 长春多云转小雨 最高温17度 最低温8度 近日吉林省人社厅会同省委组织部 印发通知 围绕吸引 留住 用好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才 采取加大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 合理设置岗位招聘条件 科学分类开展招聘工作 优化招聘政策制度设计 做好重点招聘环节组织实施工作 提升招聘工作管理服务水平等六个方面 二十条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五一假期临近吉林省文旅厅 印发关于开展全省文旅行业 有序复工复产服务督导行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恢复开放场馆和景区 将向省内游客和低风险省份游客开放 场馆景区还将实行实名制预约购票 分时分段入区 分时限流游览 现场测量体温 出示吉祥马等措施 保证疫情期间的安全出游 阔内需促消费 是当前应对疫情影响 稳定经济社会大局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省商贸服务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加快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 联动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 发放地区消费券 商家优惠券 多渠道发力 提振消费信心 这几天 长春百货大楼导购员 孙秀燕也开始忙了起来 每日迎接的顾客量 比两个月前增加了四成 据孙秀燕介绍 前来选购的顾客 大都使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 店里还同时推出折上折 购物有多重优惠 那天能多个十多商左右 几千块钱不到 我们正常的开支 啥的都很正常 提成啥都很正常给的 工资一点都没剩 政府也是帮助我们企业 联合整个各个商家 包括商圈 大家共同地来做一些 优惠活动 包括政府推出来的一些 春换生机 汇购朝阳的这种 多商家联合组合的 这种促销活动 政府也发放了一些优惠券 我们企业也发放了一些购物券 领刻进店 在长春 众多商家都在想办法拉动消费 位于长春市重庆路商圈的 卓展购物中心 疫情期间推出的线上小程序 正在开展美妆服饰等商品的 营销活动 通过直播带货 砍价抢券等方式 单日销售额达到十多万元 购买到我们几乎在馆内 可以购买到的产品 那客人呢 其实在家呢 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在线上实现购买成交 然后呢 优积到家这样的服务 同时也能享受到 在我们店内享受到的优惠 在政府引导下 商贸企业日益活跃 促销活动越来越多 全省富商富士势头不断向好 加大力度 发放消费券 打造互联网 加流通 新型商业模式这方面 我们注重培育定制消费 智能消费 可以形成啊 更多的 流通的新平台 新模式 还有新业台 昨天下午 由吉林大米网和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频道 共同主办的 陶正宗吉米品吉地香甜 直播活动 在吉林广播电视台启动 打开一个新的市场 能让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品尝到咱们的吉林大米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国际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6号23点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增至280万4796例 其中死亡病例19万3722例 而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的26号22点30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940797例 死亡病例达到54001例 上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检测报告显示 早在2月6号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多天 这表明新冠肺炎早在今年1月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 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法医部门对2月6号和2月17号该县病逝的两名死者进行了尸检 他们的组织样本被送至美国疾控中心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该县另一名3月6号死亡的患者也被确认死于新冠肺炎 这3名死者均在家中去世 声明称当时美国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限 都只能通过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 且疾控中心规定仅具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 且出现具体症状需寻求治疗的人才能被检测 当地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最早的这两个死亡病例都没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 史密斯说 这些死者很明显是死于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 这表明新冠病毒至少在1月就已开始在加州湾区传播 甚至可能更早 洛杉矶时报23号援引圣克拉拉县卫生局长沙拉科迪的话说 由于当时正值流感剂加之检测受限 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尚处初期阶段 因此死者被误认为死于流感 科迪表示 新确认的死亡病例就像冰山一角 代表了大量未被及时发现的新冠病例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传播的严重程度 此前 美国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 1月下旬出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 华盛顿州2月29号报告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认为这是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当地时间24号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报道称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 已经向各个竞选团队发送了一份备忘录 建议共和党竞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 来摆脱应对疫情不利的危机 报道称这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 由一名资深共和党战略师撰写 直接被美国公众称为谎话红皮书 内容包括如何将民主党候选人 与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 如何应对种族主义指控等各种问题的对策 招数可谓详尽 这份备忘录敦促共和党候选人 在回答任何有关病毒的问题时 坚持不懈地传达出反对中国的意思 当被问及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 是否是总统特朗普的错误时 备忘录建议候选人将矛头指向中国 备忘录提出具体应从三个方面攻击中国 一是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 二是民主党人对中国态度软弱 三是共和党人将推动对中国的制裁 原因是中国导致了此次疫情的传播 此外政治报还指出 特朗普的顾问们表示 民调显示针对中国的攻击将是有效的 其连任竞选团队考虑举行类似的 大型电视广告宣传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真是个好剧本 快看 并附上政治报的报道链接和截图 有美国问题专家表示 这样的行为已经赤裸裸地撤掉遮羞布了 当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已经把新冠疫情上升到选举的政治层面 针对此前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利 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为了避免担责 就选择甩锅给中国了 欧洲多国的疫情连任来趋于缓和 政府相继制定计划逐步解决 恢复民众的生产生活 但是鉴于防控形势的复杂性 一些国家也提醒民众不能掉以轻心 以防疫情出现反弹 西班牙卫生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4号21时 该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78例 连续两天少于400例 日新增治愈人数也连续两天超过新增确诊人数 累计确诊病例为223759例 西卫生部说 目前疫情已经达到可能可控的阶段 接下来应开始考虑如何逐步放松限制性措施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 如果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 将从5月2号开始允许民众外出锻炼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25号表示 意大利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15例 为自3月17号以来最低值 累计死亡26384例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357例 为5天内最低值 累计确诊195351例 重症监护病例2102例 连续22天下降 法国卫生总署25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显示 法国死亡病例升至22614例 在过去24小时内增加369例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25号表示 当下个月开始逐步解除限制时 法国的目标是有能力每周进行至少50万次的病毒检测 法国总理办公室25号表示 总理菲利普将于28号在议会提出解禁计划 法国政府此前宣布 从5月11号起将逐步放松现行的禁足令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25号零时 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055例 累计确诊152438例 新增死亡病例179例 累计死亡5500例 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25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英国新增死亡病例813例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20319例 帕特尔重申 民众应在疫情期间待在家中继续遵守政府规定 29岁的马尔塔是意大利一位负责上门 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 而除了医生的身份之外 他也是一个成功战胜了癌症病魔的年轻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经历 才让他感同身受 理解患者在承受病毒和因新冠疫情 而被隔离时的内心感受 工作时 马尔塔与同事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戴上口罩和防护面罩 挨家挨户上门为诺瓦拉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和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患进行身体检查 疫情爆发后 诺瓦拉当地的确诊病例已超过2100例 死亡病例超过230例 马尔塔说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 他们会尝试与患者建立起纽带 让患者体会到来自他们的关切 减少孤独感 更详尽地描述自身感受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也能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的病情 二everyi律 发生产 上疾充的閒心 疾痕男人 医疾痕 也就是在医疗医疗似的关系 我们正在尝试要继续 以能够治愈的好处 目光转向日本 25号是日本黄金州假期的第一天 往年的上班族都会趁着假期外出旅游 但是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日本政府要求人们假期待在家中 美联社报道 日本东京的官员正呼吁企业 将假期延长至12天 将黄金州改称居家州 目前日本大部分主要旅游景点 处于闭门谢客状态 最热闹的东京瑟谷十字路口 如今十分安静 城市的公园里也几乎空无一人 在东京都八王子市 高尾山的一些登山缆车也停止了运营 在西东京市 每个超市的地板上都贴着提醒民众 保持社交距离的标志 假期来超市采购的人寥寥无几 位于滕泽市的江之岛出台了自己的措施 原则上不鼓励人们前来游玩 连仓市当地工作人员在街上巡逻 提醒人们在假期期间待在家中不要出门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人 25号居家隔离 原本当天安排有与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议 以及记者会 但都取消出席 原因是日本内阁官方一名职员 24号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报道称西村与该职员不属于密切接触 居家隔离只是预防性措施 日本相铺协会25号透露 有一名相铺道场的负责人 以及五名相铺运动员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也是本月初首例相铺选手感染以来 日本相铺界再次有选手确诊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25号23点30分 日本国内新增36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13231例 其中东京新增确诊病例103例 连续12天新增超过百人 当地时间24号 世卫组织驻也门的代表发表视频声明 称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世卫组织正在努力帮助也门 改善基础医疗条件 阿尔塔夫·穆萨尼在视频声明中说 病毒检测是核心任务 目前世卫组织团队在萨纳亚丁和穆卡拉 设有病毒检测实验室 未来几天内还将会在塔伊兹 和台达 塞永增设三处病毒检测实验室 你们目前共有6700个病毒检测试剂盒 期待不久后达到3万个 阿尔塔夫还表示 世卫组织团队正在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人员 密切合作 已经确定有37家医院 可以投入接收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不过在这37家医院中 有几家医院仍缺少呼吸机 病床 防护设备 以及医疗人员 受战乱影响 也门有超过半数医疗机构停止运营 本月10号 也门哈德拉茅省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面对疫情威胁 本月初 上塔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和胡赛武庄 宣布实施停火 但一些地区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 再来关注天气 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你到底是谁 松原人生套路前行 快跑 张不云 王欧 孙一周 明前重演 新品年代 铁镇套际 情人入市 正义突兮 每晚7点半 进行出汉 截战深海之 经折 长春多云转小雨 17到8摄制度 白城多云 21到8度 松原晴转多云 19到8度 四平多云 17到8度 辽原多云 15到8度 吉林多云转小雨 15到7度 通话多云 12到2度 白山多云 10到1度 延吉多云 13到1度 长白山多云 9到1度 好 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 欢迎您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本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新闻早报 参与互动话题讨论 允许集市生活频道 全程热恋栏目 录制现场门票的奖品 您的同意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